学佛的人有信心 灾难是肯定有 避免灾难不是没有方法 我们跟着佛菩萨走就不会有灾难 违背了佛菩萨恐怕就会有灾难 他们西方人也是这个说法 信仰上帝的人可以信免这个灾难 不信仰上帝的人都要受惩罚了 所以他讲惩罚是有条件的 条件问题信不信 那么我们听了这些话 是不是要去改信基督教呢 这些言语里面喊的意思都很深 你要能懂得他的意思 怎么开经济是不是明明说的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些宗教信徒 我们也要告诉他了 愿解上帝真实义 你也把上帝的意思搞错了 你虽然信他还是免不了惩罚 到那个时候你不能怪罪上帝 上帝说我说的话没错 你把我的意思解错了 信上帝跟信佛菩萨那个信一个意思 我们信佛菩萨是信佛菩萨的教会 一教奉行那才叫信 宗教里面 宗教里面也是这个道理 你要相信 上帝 在这个宗教里面 所讲的一些道理 所讲的一些修学方法 你要明了 你要通打 你要一教奉行 那才叫信上帝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误会 不要以为是我信了上帝了 就有护身福了 什么罪业都可以造 没有关系 将来我造的罪业 上帝都可以替我担负掉 我就可以不要去受果报了 这个是误会 这是错节 这是侮辱上帝 如果上帝 果然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岂不变成和社会的头目吗 最佛的包皮足吗 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好趣的 中国古书里头讲的很多 佛经里头也讲的很多 你看看佛经里面赞叹上帝 上帝是什么心 慈悲洗血 十善业道 慈悲洗血 这是生天的条件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依照这些纲林去修学 我们是真心上帝 难能说不信 中国古迹里面常讲 天心无私 聪明 正直 是为神 在人间 聪明正直 聪明是明理 正直是大公无私 社会当中常说 性情中人 性情是爱人 是慈悲 性情 那个爱人之情 是永远不会变更的 才叫性 我们这个世间 这个人情 常常生变化 那不是性情 那叫迷情 非常不稳定 非常不稳定 敬意四亲 虚情假意 那哪里是真的 性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要体面 上天好生之德 上帝的情愿 念念照顾一切众生 不是为自己 我们能够有这种认知 有这个 明了 认真 陆离 去奉献 这个灾难 就能够化解 就由 不思议的 奇迹出现 这一桩事情 谁去做呢 要我们自己 本人亲身去做 不能靠别人 靠别人靠不住 他万一 他是假作 将来他堕落 我们不是一起堕落了 我们自己要真干 我们真干 真有感应 那些人还沾我们的光 所以我们要晓得 凡圣同居土里面 有很多佛菩萨圣仙人都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跟着他走 准没错 无量寿经上的教诲 就是跟祝福菩萨走 那怎么个走法呢 这个愿文里面所说的 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有这种能力 我们现在要怎么个学法 我们把范围塑下来 大宇宙塑成一个小宇宙 我们在小宇宙里头切切实实去做 一闹有头 背前佛刹了 我们把它缩小看作 这个地球上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所在 我们把它缩小 这一切祝福呢 这些地区里面的云云众生 这个修法就没错 这个修学 给主位同修家 你就决定的神剑图 这些地区里面的神剑图